这里讲了富国强兵 讲回澄清理智 第一个就叫明撤涉 什么意思呢? 就说 改革民官三年一次进升机会 注重以实质公善才行提拔官员 淘汰老病愚昧不称职者 或者在任犯罪者 就是说以前在他实行这个政策之前 相当于共产党现在有个论姿排辈 会逐级升上来 我资格老过你 所以我一定升得快过你 你升丁就麻烦你等10年8年才会出来 他就改革民官制度 就要注重你当时的实质的政绩 比如说 可以是很年轻的 之前讲到新加坡的 什么劳工部长30多岁 你只要有料 30多岁都照做部长级 没问题的 就不需要再论子排辈 如果你没料 无论你七六八十都放在他睡觉 就全部淘汰了 其实这个很正劳 但是当然 在现代 共产党其实到现在都做不到这些事情 在现代就比较难 因为现代 如果你没有一定资历 其实很多事情 你是没有这些经验去做的 因为现在分工太细化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叫益梟幸 什么叫益梟幸呢 就说 在以前唐朝时期 所谓的科举 是有分官二代的科举 和平民的科举的 其实它是很大程度上 保证到 如果你老爸是做士大夫的话 你的儿子多数都有机会做的 去到武则天师是改变了的 范仲謙做的这个改革 就是限制中上级官员的子女 这个民阴制度 相当于壟断 即是他们一集总 现在就是 虽然我们没有说什么 就算其子留缘 集总复的儿子集总 接下来帮的儿子 全部就是这些黑夜 就是抑制这件事 其实共产党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邓小平那段时间 为什么胡锦涛和温家保 有机会上位呢 邓小平当时就做了这件事 就是多数你的陷家产党 去做你的共青团 就是全部都是平民出身 有问题 你红军内部就会说 你老母红旗 是不是都应该由我们的子女 来讲 才比较安全呢 哈哈哈哈 就很多 所以其实 你想想 共产党面有问题 北宋当时也面有同样的问题 当然北宋那些是比较好一点 就好像之前 我忘记了 北宋第一个首相 当时就是平民出身 接着 当时我忘记太宗 还是太早的时候 他首相就是死了 就说你个儿子 好像也挺聪明的 不如让他做个不知几品官 他真的很高风亮智 就说不行 我儿子是没了道的 你不要给这些官方 给他 好 当时其实宋朝的人 相对来说 就少很多这些黑衣 你知道那些混蛋 全部都读那些圣言书洗脑 科学那些考虑 洗完脑之后就觉得 就像是美国那样 美国是受那些自由民主 价值洗脑长大 从小到大都受到这些分徒 突然之间要你做独裁者 你做不下手 每件事都像 那也没有 他们发现原来做独裁者 这么独裁者 不是的 你受了一套洗脑的话 你是做不下手的 不经过人民的授权 不要做这些独裁 没有听证过 没有听证过不行的 这些独裁者 但是你叫他去另一个国家就OK的 因为大国家没有人厉害你 但如果有人厉害你 那你就做不错 就像北宋也一样 如果你外面 你叫你子女做一些唐三藏 就没有人厉害你了 如果你叫你子女做一些一品二品官 肯定会很大压力的 北宋 南宋 就有些不要面的人出现过 第三个是精共举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我们的考科举时 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相当像我们去到后期的什么八股文 就实际上太多这些 就是纯粹以背众为主的那些 其实科举改革是经过几个不同的改革的 在你叫唐宋八大家 有两个是韩宇柳中原宋朝 就是唐朝 后来那八个什么曾拱 欧阳修的素色那些全部宋朝 在唐朝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风气 就是刚才说韩宇柳中原提倡 就是重新拆起古文的那种风雅 因为文字去到转变 你可以理解成就由古文变成白画文 去到那个年代就说白画文是没有水平 都是用回古文的那些 就是有水平多一点 就转回去 去到后期宋朝一做这个改革就说 因为唐朝就转了 讲这些文雅的东西 宋朝就说 只要有文雅都是不够的 纯粹以什么斯池哥夫那些都是不够的 这些是旧制度的 我们应该要讲策论 就是说具体的国家政策 你要有什么办法解决 就要讲你的粗行 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说宋朝开始朱熙那些人 就开始讲瑜伽思想 还要讲你要如何效盗这些东西 就是说策论和粗行 就要讲少一点你的斯池哥夫 讲少一点你的文才那些东西 因为呢 就是你想说策论 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现在中国要考试 要考试 要考试就订给中美关系 怎么解决 南海这些东西怎么解决 就不是说叫你背回什么 诗经背回出来 叫你背回什么 寻给大学背出来 就是墨写是没有水平的 如果我记忆力超强的 可以写到很多东西 就死过了 不是吧 但是策论就不是 你是有你自己个人的见解 而你的见解 如果真是很高尖远竹的 就是为了国家 解决了所有的大问题 那你就可以做到大官 而你的官呢 是证明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就不是纯粹就是 以前我 如果你废除科举都将为 科举实是太 就是八股民了 实是太的背来背来背来 没有黑用那些黑东西 当时我们面对的就是 就是工业革命 那你还要讲回 面对现在社会革命 那你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加进去 那这个就是当时做的科举改革 征供举 然后第四个就是责长官 这件事情 有其中一个范仲嶺之前做过的事 就是范仲嶺曾经做过的位置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什么组织部长那些 中组部 就是负责去派 因为你各个考完试之后 那这班人就要派去做官 那究竟你去做什么官 有些人可能留在中央那里 写古书 像刚才说司马刚那样 写什么知智通监 有些人就可能去做地方官 去做一些河堤 开狠农田 有些人就可能去打仗 那你责长官就说 因你的财能 去选择你去走哪条路 就不要随便沟泥 乱扔他们做其他官 因财去任职 到最后这就是君供田 就说到这个 君供田是什么 就是士兵要坚田 不是不是 君就是平均 公就是公有制的公 君供田 它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官员就要按照一定的 比如你是三品官 那你就可能有100某田 然后你四品官 就只剩50某 我乱了 大概就按照你的官位 就分给田给你 靠这些田就出粮给你的 那你就不要再去贪污 腐化 做其他古年精怪的东西 我刚才说宋朝 其实它的官员制度 就是它是很优厚的 身水 但是呢 君供田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的 其实范仲英提出的东西 全部都是好东西 但是就落实到 具体方面就有很多问题了 就是你想想 君供田 有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凡你做市长的 就给你100平方地 我乱了 一万平方 这问题 同样是广州 或者同样是深圳 或者上海 一万平方 你可以是市中心一万平方 也可以是郊区一万平方 是吧 就是当然 现在的差距就更加大了 但是以前耕田 都会说 你这个是肥沃一点 你这个是贫積一点 你这个可能是山上田 我这个是单下田 你纯粹说这些君供田 就可能就会证到 有权分田的人 我就会 你我兄弟 给一些筍东西 靓田给你 旁边就有条河 就很容易灌溉 你这混蛋 得罪我 立即扔够你 你都没有 扔够你 扔够你上衣 对 有点石 泥都没有 就是所有这些 刚才我说的十样东西 都是好东西 但是问题 一落实到 做事的时候 你就是 其实简单来说 你缺乏一个执行机构 可以贯彻地执行 而人中的人 就是属于那些 因为他记得人中 就可以仁慈 因为人中时期 是没有杀过任何人的 你看 所有人都流放 或者扁了你做什么 广东 或者海南岛 那些东西 当然 当时的海南岛 就相当于是 现在的 可能是西伯利亚 或者北极那些 青海 青海 龙江 对 是 就可以查 其实已经差不多 跟死 没有什么分别 我相信 对那些人来说 在汴京 在有钱地方 住惯的人 就可以不怪 但是 人中 他就属于那些 好像习总 习总和人中是不一样的 人中他有改革的愿望 但是他并没有改革的决心 而习总 他又有愿望 又有决心 但问题到最后成不成功 都是另一回事 人中 你看看这个庆历新政 其实就是说的是一年 最多说到尽就两年 两年之后 就已经是要贬了 范仲淹 贬走了 其实范仲淹是 庆历新政的时候 他主张的 就是人生最巅峰 过两年就被人贬 再过了几年 就已经死了 庆历新政的主张 到他死 是不超过十年 即是死了 庆历新政的时候 他已经五十多岁 到他死了六十多岁 当时六十多岁 都是差不多 七十就鼓来戏了 即是那个年代 那些人一般都没那么长命 六十多岁都应该算长命 普通的家庭 可能四五十岁就死了 去到一年零四个月之后 庆历新政失败 范仲淹被贬到 邓州 杭州 清州 其实他这些贬 就是一级一级的贬 因为范州这些人 属于一些 我说是很正直的 但是他也是 属于不会低头的人 所以他去到每个地方 他一样都是 都得罪人 都是得罪人 又被人贬 又被人贬 因为那些人 会上奏给皇帝 你又不及铲 又贬 又贬 又贬多级 又去到 因为人中 这样贬人 是有优点的 因为你可能这个时候 你失势被贬 但问题去到下一阶段 可能他又想要想 要用人 他又会抽到中央 那些人才是不会死的 例如薄熙来 如果习总是有软件的 好像Donald Trump 虽然你以前和罗姆尼 是互相屌尺的 但如果他对你有用 那一刻 你就可以请他回来 做国务卿 不行 薄熙来就没机会了 金属我不舍 贪污了一百多万 好像是二百多万 写购买 就为了有一天 让他带着立功 你说薄熙来 好像薄乖乖之前 在美国考到律师牌 那么弱劲? 那些我相信 有些很容易考的 那些是弱劲 或者 不知道他有没有出股 即使是离婚律师 都没有出股 不是 他律师牌 应该是没有分 做什么律师 或者可能那些不是牌 或者那些是 工会认证 都知道那些是弱劲 那会不会是 即使你有机会 可以去旁听 而不是想去做大壮 我不知道美国制度 澳洲就像英国 有分事务律师和大律师 所以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那些肯定不是大律师 事务律师是什么 就是这么说 你平时看香港的电视台 戴着假发 是这样 屌人的那些 就是大律师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想打官司 告材人 是全家产 你是不能直接去找大律师 你先找事务律师 但你找事务律师 当然事务律师 就要介绍大律师给你 当然你有权 事务律师介绍 我不喜欢那个 找另一个事务律师 再介绍另一个给你 就有权 有些类似 其实西方的医疗制度 都是一样的 医疗 我以前说我们看病 是你不可以直接找专科医生 你要先找一个所谓的家庭医生 叫做 Journal Practice 这个叫做GP 家庭医生就说 你的脚有问题了 就帮你找个骨科 介绍一个给你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找骨科的 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可以理解一下 事务律师 就相当于普通医生 然后大律师 就相当于专科医生 就是不同水平 但是事务律师 就可以事无倔 就是你刚才说什么 离婚 什么欠家财 欠家财 欠家财 那些不一样 离婚 什么买屋买屋 就是你那些有法律文件 那些全部都可以做 但是大律师 要么就很有钱 要么就是什么生意都没有 每天都吃穀重 你之前跟我说过 大律师最爽的就是 收拾一剂就休三五年 收拾一剂就休三五年 我那些是很厉害的大律师 一单的大案 就已经收拾几千万了 但是问题是 那些大案不是常常有 而且个个都想做这些大案 因为你知道打官司 就只有一天赢一天输 那你当然要找最厉害的 保证你赢 你想想 律师费都几千万 那那个官司有几十亿的 那你保证这几十亿的利益 是得到保障才可以的 就好像香港经常欠身家 又要找一些大 一定找战职最好那些 是的 出来打 贵一点不要紧 问题是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 不如出来 哪一个人会信得过你 所以其实当数你都拌不起 拌不起 通常做这些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你去那些很厉害的大律师身边 做些 Cave 慢慢一步步来 到你建立了你自己的 你起码拿出来 我参与过这几宗大案都打赢 是吗 那你现在那些人 我只是十岁而已 给我吧 我搞定了 怎样才折掉 或者大律师有点辣 有点东西吃不完 是的 就松一点过来 松两张过来 是的 可能当时 忙着搞大case 没有空来这些 但是推不掉 不过薄瓜瓜 应该都会 专心做美国人的 不会回中国 他应该不会回中国的 除非不过来出了你 好